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热巴又双若啄镜组,这次还是古装剧,剧名叫《玉交记之与君出相传》。 此前,男主在王毅博、罗云熙等人中,来回猜测,最后花落人家轮。 原著《玉交记》是一个玄幻故事,女主是玉妖师,男主是娇人,从设定上看,是个大女主剧本。 2月18日,《玉交记》开机,男女主双双现身,两人新造型也随着流出。 热巴在长歌行里的造型饱受诟病,认为英气有余,柔媚不足,而《玉交记》就非常适合热巴了。 两柳刘海,修饰她的脸型,妆容也不寡淡,哪怕是低像素糊涂,也能看出她的美业,与犀利的气质。 人家轮的造型,淡看还不错,但是一和热巴同框,对比就有些惨烈了。 她本就不够立体的五官,显得更加扁平,完全hold不住热巴的气质。 热巴演了,这么多电视剧,真正能和她,有CP感的男演员并不多,一个是高伟光,一个是黄景瑜,都属于大高个,且五官立体的硬汉类型。 人家轮,还是过于奶油小生了,也许,是新戏开机心情大好。 热巴还送上五张新鲜自拍,颇有玄幻妖女那位而了热巴说,大半年没接到工作的话,还有言在耳。 转眼间,热巴已经先后镜组,拍了四部剧了,2019年9月,幸福,触手可及开机,12月份杀青,休息了三个月之后,2020年3月底,长歌行开机,7月底杀青,中间各种物料曝光,现在播出时间,也已经提升日程。 休息了两个月之后,9月底热巴竞组偶像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本色出演女明星,1月上旬,荣耀杀青,她还和杨阳录制了《甜道报》的杀青特辑。 如今不到两个月,热巴又再次竞组《欲交际》,这拍戏速度,在90后小花里,也就杨子,可与之一战。 2019年8月上旬,余生请多指教,开机,拍了四个月后,11月初杀青,过了二十几天,杨子又马不停蹄地,镜组,青三行,受疫情影响,该剧一直到2020年7月份,才杀青。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,杨子还客串了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,赵薇导演的《听见他说》,2020年11月份,杨子和景博然合作的《女星理师开机》,目前也在拍摄中,同为90后小花领军人物。 杨子和热巴的工作量,旗鼓相当,在某种意义上说,接触到更多电影资源的杨子,还要更胜一筹。 但就热巴如今的发展势头来说,资源也会越来越好,2019年年初,热巴要离开嘉行的说法越传越烈,就因粉丝不满热巴,总接不到戏,一直靠接创造营,极限挑战等综艺刷脸。 毕竟演员,还是要靠作品说话,一直到热巴接了,幸福,触手可及,后续资源不停,相关言论才平息。 看得出,嘉行如今,也越来越重视,热巴的演艺发展,几乎不再让他,去综艺串场。 反倒是老板杨幂,现在频繁在各大综艺上活跃,毕竟公司总要有人做更挣钱,但消耗人的火。 热巴现在的人气和状态,都处在,女演员的巅峰期。 抓紧时间,积累代表作,以后,有了地位和金钱,才能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